五花肉一斤已经长到了20多 没有弄干净的毛 再给它处理干净 拔一下 还是老哈手 洗干净吃的放心 大家好 我是西安美食方 我给来做一个叉烧肉 但是我刚才没有买到叉烧酱 现在咱们来自己做一个 一块红腐肉 加一点点水 加白糖 老抽 生虫 蚝油 加一点红曲米粉 蜂蜜有的话可以来一点 然后再加一点淀粉 这样熬出来就会比较粘稠 锅里倒油下姜片葱段炒香 炒香之后捞出来不要 下酱 加一点水 来一点蒜末 开小火慢慢熬着 熬到这样特别粘稠的状态就可以了 来开始腌肉 把肉切成块啊 放姜片 葱段 倒料酒 加咱们做好的叉烧酱 用手抓均匀 抓均匀之后盖上保鲜膜 放到冰箱里边冷藏 腌上一天 充分的肉味 明天再烤 这个肉腌了整整一天啊 必须是非常入味 给烤盘上边铺一层七纸 把腌好的肉放进来 烤箱180度预热好 先烤20分钟 20分钟时间到了 咱们现在给这个肉 再蘸上一层这个酱 然后继续烤20分钟 时间到了 这一次咱们来刷上一层蜂蜜 这样烤出来就会 颜色特别漂亮 咱们最后再烤10分钟 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我们来看一下 看着颜色美的很 咱们现在就把它切成薄片 就可以吃了 看着美的很 这个肉的味道 咸甜口味 稍微偏甜 跟红烧的那个还挺像的 口感上来说肥瘦相间 因为烤的温度不是很高 所以它的肉质还是很嫩的 皮稍微有点硬 咬着就是那种胶质感 咔嚓咔嚓的 还挺爽的 中间的部分没有那么红 但是腌了一夜味道还是进去了 吃的时候还是有味道的 很爽 刚剥了几个蒜 还是得吃点蒜 这个肉嘛配蒜就我腌了 吃肉就算就特别提味 还有一点啊就是荤素搭配 弄点盘盘炸菜 吃的时候吃蒜咬得太凶 把嘴给拉了 现在吃不了蒜 这个肉也不能吃太多了 没有蒜还稍微吃多了 有点腻啊 就跟那个梅菜扣肉差不多 你就吃上个四五片六七片还行 吃多了真的还是有点腻的 所以你配点大蒜 刚刚把嘴辣了 吃不了大蒜 好 我的粉仓挂个油 刚吃出来肉抹丝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我是西安美什么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帮忙点赞转发跟关注一下 感谢还是老阿祖 如果你有想吃的菜 不能去留言点